市價是最清楚的 並沒有很多爭議 所以你看我們的醫護人員 對 我們很可憐 很選擇 奧克倫益有多加4千塊 4千塊老闆息 現場那麼多人齁 大概除了潘醫師以外 會常遇到這種狀況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我了 對 因為我老婆自己在經營公司 然後對不對 在做化妝品 然後服務業 你知道他的心態跟我的心態 就是完全不一樣 他就是要息事寧人 一切安安穩穩就好 你一定要把他寫成新聞 不是 我一切就是講法律 那我就用兩個例子 來給大家做參考 我老婆店裡最常碰到 就是那個狀況 就是我們有試用的指甲油 好幾百種 那你知道試用品跟正品 試用品一定放在前面 那我們所有的試用品 是任客人用 你要在那邊插一天 我們也不會管你 但是我們都有會貼告示 用完之後 試用品 用完之後請選警 要不然很快就乾掉了 對 怕乾掉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客人拿起來 萬一砍掉 沾到他衣服 沾到鞋子 那我們都要賠 那我們碰到最多 好幾百件了 那有些客人就是想說 會看到那標語 碰到這種的話 我們就說 我們有那個標語 而且我們小姐都會去選警這樣子 那這個是你自己的問題 那有些客人就摸摸鼻子 算了 但大部分人就開始跟你爐 要賠東西 賠東賠西 其實到後面 我老婆的想法就是 我們息事寧人 算了 那你要洗包包 洗衣服 洗鞋子 我都幫你處理完 然後我要再送你 就其實你 但後面我覺得 我神經病我幹嘛 要這樣子 所以我凡事我就叫拍手來 對 我就叫小姐先錄影 然後我就叫拍手來 就啪 掉去了 沾到他的裙子 那件衣服慘了 Chanel的 全球限量好像五件 當然他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是打死不相信 我說 你講五件就五件 他說他就 通常是限量五萬件 對 他都很平靜 沒有沒有 他真的很平靜 他說 可是真的是 我不騙你啊 他說那好啦 那我去車上換一套衣服 那你這套衣服 你拿去店裡看 請他們自己去鑑定 那我老婆馬上拿衣服去 店裡給他們看 他說小姐 你怎麼把這件衣服弄成這樣 然後我老婆一聽就毛了 對 他會這樣講就毛了 我老婆說那 哪裡還可以再買到 嗯 他說好像買不到 亞洲區大概釣不到貨 那我們要想辦法釣 大概也釣不到貨了 那我老婆就毛了 就打電話跟他小姐講說 怎麼辦 我們真的沒辦法處理 那小姐說算了 那你就嚴價賠我就好了 傻瓜 這種中國大陸很多 是沒錯 但是已經 小三通去買 你要十套都有 我們已經是贈品了 正是贈品 贈品我們就不能 很多萬 對 應該不只很多萬 應該有十 但是我覺得 對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他是真的限量 對 他自己拿起來弄髒的 為什麼要你賠 因為他會怪你說你蓋子沒有懸頸 他說我們蓋子沒有懸頸 對啊 對 所以服業通常就是 息事寧人 做行李的人 就是要息事寧人 沒辦法 然後退一步海闊冰空 然後我們常常碰到 很多電視台會打電話來 或是媒體打電話來 昨天有人投訴你們 九分啊 對 蓋子沒懸頸 那其實後面他們都要來拍 然後其實 當然我跟 這邊也很熟 同業都很熟 我都說歡迎你來拍 但是我會盯著你的報導 對 有問題我就告你 我跟這個桃園的華裔美籍的朱先生說 其實你今天是逃過一劫了 對 好 我覺得你也沒打 因為他說什麼 他之所以這樣子 是因為他要保護他太太 又沒有人要對他太太 對 對 而且不管你是不是要保護太太 你也不能發求17次 敢做不敢當 做不敢當 你不能發求17次 而且 而且剛剛講習是寧人嘛 你不要忘記 還有一句話叫 姑息就會養肩 養肩 對 因為我要說 他說 他買了 他也沒要顧那個林小姐 因為他說抱歉了 他知道錯了 我說你如果個性這樣不敢 你在台灣這樣殺人 早晚有一天會吃大龜 你會出大胃 沒錯 來 我們先休息 我們趕快來回到這個高雄的起爆現場 因為小代是有去現場的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其實這個 我覺得我這一次的一個感想 我自己的一個感想 場景不用描述 反正大家都知道非常慘 那我的一個感想就是 這一次的其實 有很多地方是真的可以避開的 這一次的起爆 但是很多人都疏忽掉了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就講 第一天7月31號中午的時候 在凱旋路上跟二聖路口 就有人批掉了 就已經有人聞到 而且聞到那是小事 而且那時候已經有兩個民眾 因為嚴重的中毒送醫 有兩個民眾 都還吐了嗎 對 已經一直吐了 在汽車行那邊 坐汽車裝潢 對 那他們在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有問到他們 他們就講說那個味道 真的臭到動不住 就是一直吐了 那時候已經有醫生提醒 那有一點像秉吸中毒的症狀 但那時候沒人講就算了 那當天晚上的時候 整個氣味已經濃到不行了 那很可惜的就是說 那天消防局第一時間 八點出頭接獲報案的時候 他們有到現場去 那非常遺憾的就是 這些去到現場第一線 像包括劉耀文小隊長 黃國動小隊長 不幸犧牲的 殉職的這些小隊長 他們都是老經驗 他們那天做了很多 令人很感動的事情 尤其他們到現場去 一聞他們知道會爆炸 而且他們一聞 知道這不是瓦斯 這個是他們的同事 這樣子講 經驗都老到了 沒有 因為做到小費長了 一聞就知道 他們都是20年經驗以上的 一聞到這就怪怪的 然後都說會爆炸 然後他們第一個動作是怎麼樣 先疏散自己同仁 年輕的 裡面都不要進來 沒經驗的都不要進來 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灑水就好 好感動喔 他全部阻止喔 阻止他同仁進來 他說我來頭 你們全部給我退圓 越圓越好 他這幾個小隊長 都是這樣子下自私的 因為後來那個 他有一個女隊員就寫了 對 都是下自私 就是說小隊長叫他退 叫他退 他們當場都說會爆了 可是那個時候 其他人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觀念 對 包括消防局那邊也都沒有說 真是說這為什麼會爆 所以這大概是判斷不足 那第三點 那天在二勝路口跟凱旋路口 我也無法理解 為什麼消防局會做這種決定 因為那天已經擴大封鎖線了 那他們竟然把臨時指揮所 設在氣爆點上面 他不是這樣有氣爆嗎 對 沒錯 但是因為那天 你看那個氣已經爆 沒有人會料到 他的功能會這麼大 就像我們講火場 我們不會把臨時指揮所 設在一個火場旁邊 所以你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對 現在查下去才知道說 高雄的土甲有16條 那麼多線 對 16條主幹線 對 你輸送這個什麼 危險的食化原料 危險的食化原料 對 危險的食化原料 以前我們不知道秉西會爆嗎 不知道 很多人連秉西是誰都不知道 而且 來 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現在查出來說 原來高雄的土甲 現在帶什麼 除了石油 潤滑油 瓦斯 我們不講意外 我們講十萬元廟 對 一律以西 秉西 秉西 乙西 對二甲本 好 現在有問 秉西我們現在知道說會爆嗎 對 你知道我剛才會爆嗎 都會爆嗎 都會爆嗎 你如果知道會不會爆嗎 我們也不知道會不會爆嗎 假本會 假本會嗎 沒有 就沒有專業知識你會不知道 但是當地居民我也覺得很可憐 因為他們 我們問了好多人 有些人也在那邊住二三十年以上 他們都不知道底下要買館子 好 我現在講 我現在用問的 我們本來不知道秉西會爆嗎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土甲 台什麼 台秉西 現在我才知道說 我會比較有 你會有異議西 秉西 秉西 異議西 對二甲本 這樣會爆嗎 不知道 有一個人會爆嗎 搞不好會爆 你知道土甲台多少嗎 大概700多公里長嗎 差不多 管線 這個講 700多公里是多長 700公里是多長 700公里就是從基人增到便當 便當又增到雞人 這樣剛才要折捏 700公里 都跟國庵的餘桌 後面會再放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感覺是會啦 我覺得機會是很大的 為什麼會你知道嗎 因為經濟部開了那個 清查管線的那個會議嘛 找高雄市政府搞石花葉搞學者專家來 叫做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 對 自主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沒人管理 而且我覺得經濟部這邊 這次推則也推得很嚴重 他有講到嘛 所謂的什麼地下管線 都是歸地方政府管理 那後面我們去查才知道 所謂的真正歸地方政府管 叫做民生管線 民生管線就是自來水天然瓦斯 水電瓦斯啦 三個 那你這是所謂石油管 那個石化管 這些東西都是歸中央管 這些東西在開挖的時候 要經過縣市長的 縣市政府的統一 才能夠開挖跟埋設 但是你開挖埋設了以後 裡面的東西怎麼弄 我縣市政府 我怎麼沒辦法知道 它裡面是什麼東西啊 但是我們的中央政府 就立刻說停存點 工業區外面沒有關係 那些都你們家的事情 那些都你們家的事情 不可以這樣搞嘛 亂搞嘛 那我這次這樣子看一下 我又有一個 幾一個感想 就是說我們真的是需要有一個 很專責的處理化災的機構 其實我這次真的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所有的環保署 環保署不是有個毒物件事 他那個是 他不足以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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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戴講得非常對 不要去苛責 對 不要苛責救災單位 我這次聽到很多人在苛責 消防單位救災那個 對 剛剛洪怡念那麼多 有本 西 什麼我哥 秉溪 語西 就說一大堆語言 我們大家都讀過化學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不要 要不是這次秉溪爆炸 像咱秉溪竟然沒有列入 我們的管制 對 那很奇怪的是 那你把石油 氣把瓦斯把什麼東西列入 台灣有史以來爆炸 從來沒有一次規模像這麼大 那麼可怕對不對 那你到現在中央政府還不列入 我就不知道你為什麼 對秉溪這麼好 沒有 其實是他們在推卸責任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災害防救法 我們有這個法條 災害防救法 它其實有規定得很清楚 它第三條就規定 哪些災 哪些害 有什麼部位去管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這次 它就是屬於公共氣體 和油料管線 它講得很清楚喔 這個規誰管 如果有災害的話 它的主管機關就是經濟部 是經濟部 也不是環保署 那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那一天 有一個資源的消防分隊 叫大林浦 大林浦分隊 它就是工業區裡面 被工業區包圍的大林浦 對 沒錯